中文字幕 李宗盛 沒有那麼大的險去開排球學校 我會覺得是一個愛戴於責任 這個Logo大家可以看到EVA EVA 其實看起來也好像是一對翼 寓意就是EVA真的可以起飛 可以一路一路走下去 那我們進去吧 我覺得冒這個險其實是值得的 因為我一開始以為沒有人喜歡打排球 但其實開了之後 有很多人不懂得打 其實想找一些渠道去打 我們開了排球學校之後 就有提供這些渠道給 無論是青少年也好 或者是成年人也好 所以反應比起我一開始 其實是好很多 沒有想像中那麼悲觀 做這個辦公室的時候 就很堅持想在牆上去畫一句 自己鼓勵到自己的說話 提醒自己 其實做每件事都會有很多失敗的事 你跟自己說 其實跟成功差不多 很接近 你就會繼續想做下去 所以在疫情這個時間 這句說話都幫了自己很多 進來這裡 這邊就是一些我們平時訓練 做Fitness的器材 為什麼租過這麼大的地方 我們當時幾個自己的partner 或者教練都會想 可能有個地方自己玩一下球 在疫情下我們沒有了一些健身室 之後我自己就想 其實會不會把這裡這麼大的空間 去添置一些器材 再去令到自己可以有個地方訓練 即是叫做一個私人的訓練場地 為了這間排球校 其實我就離開了本身一份很穩定的工作 一個政府工作 而另一件事我覺得取捨了 不要說放棄 其實就是自己一些私人時間 可能每天都只有一個小時 計算吃飯 在家可以真正 即是叫做me time一下 開了排球學校之後 幾個月之間就遇到一個肺炎 這個世紀疫症 2020年2月的時候 其實真的沒有預計到 所以其實對於自己 一開始那個打擊都比較大 但是當停了1、2個月 疫情越來越嚴重 去到停4、5個月之後 自己就會開始有點懷疑 究竟是不是真的 當初決定離職 那個決定是對的呢 是真的不能說的 因為這些事情永遠都是事後恐明 你做了之後 不能看回頭 而你只可以做的就是 不斷地去向前走 或者去想辦法 如何解決面前這些問題 我自己覺得收入反而是其次 第一就是要保持自己的心態 這才是最困難 如果我面對這個疫情之後 心態不夠強 會很快就放棄了這件事 而去找回一些相對比較穩定的工作 例如我自己本身有老師的資格 可能會找一些學校去教 做一個體育老師 我覺得最重要是 要令到自己的心態 是相信這件事是會做得到的 就是不要去退縮了 因為這個問題 轉位 旁邊 轉位 OK 行不行 那麼 這個重點 第一 接一些輕力的球 之餘你要出聲 跟旁邊的溝通 你平日比賽很少跟旁邊的人 出聲溝通 那這個就要練習 你們的溝通 第二 小球你要控制好 輕力給個教練 我做完這個之後 先喝水 知道大家有點累 有些累 在這段時間開始練球 首先第一件事 自己的心情就是 很開心 就好像真的 很久沒見到自己的女朋友 你第一次見她 你就會很興奮很開心 很想經常見著她 第二件事就是 我很想再找回比賽的感覺 在自己整個打排球的生涯 未試過排球運動員的身份 停這麼長時間 這麼久沒有比賽 很想真的快點有回比賽 然後再在球場上表現給大家看